在意大利举办了一场气球雕塑大赛 台湾队用1万颗气球打造出了一座1比1比例的土地公庙 不管是造型啦或者是配色都非常的逼真 也赢得了评审一致的肯定成功夺冠 手上拿着第二十届意大利气球雕塑大赛的冠军奖牌 这支名叫福气球的参赛队伍光荣反抵国门 他们一行十个人 既去年在同样的比赛中获得银牌后 今年更上一层楼 以气球土地公庙的作品一举夺冠 我们选择土地公庙这个为主题是因为 它的庙与建筑上面其实有非常多像简年 像胶纸桃很多细腻的传统工艺 用了将近1万颗气球打造出长宽高各5公尺 1比1的土地公庙 完整呈现出和真的土地公庙一模一样的石雕笼柱和乌瓦砖墙 就连庙里的土地公神像也是用气球捏出来的 但最难做的还不是这个 屋顶上头的两只双龙墙珠 那个龙的铃片我们就是用一片一片 是用把铁丝放进气球里面 做成这个铃片的纹路 所以一整只龙大概将近1000片的铃片 大家做的手很痛啊吃止痛药啊 所以我们做到最后一秒钟才完成这个作品 非常的惊喜 还有几秒 最后的整只 很简棒 宣布得到冠军的那一刻团员们高兴的又叫又跳 高举国旗上台领奖 因为他们知道又再一次成功的为台湾 宣扬国威 民事新闻周炳于桃园机场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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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